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马静为您导航 新年一时我又来到新推荐报道了 这次我带来的是有个地方叫马兰 这是怎么良人的事啊 你为什么把它吃了 我再说一遍 你要是敢伤着老妻 我死给你看 每个作品下来都会有遗憾吧 就是每个阶段可能都会对角色 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和一个诠释 比如说还有一些台词的处理啊 或者人物的关系上面 可能还不够像我想象的那么完美吧 反正很多人开始叫我杨月亮了 反正我发现每个戏 只要我播完以后都会叫我戏里面那个角色 叫那个名字 然后很多粉丝会在微博的私信里 然后给我留言 说非常喜欢我 然后希望再看到我的新剧 这几天啊 在做交接工作 你愿意去吗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他们相同的都是在新疆拍的 但是这个前后顺序其实是这样的 有个地方叫马兰 这个戏是我第一次到新疆 然后对新疆完全是很陌生的 因为觉得新疆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 可能环境很恶劣的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去了以后发现 完全跟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 太美了 就马兰基地里面太美了 它的绿树植被 包括它的设施 它的那个包括吃 我所有条件都是我想象中的 就是很好的 很完善的 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太热 地表温度最高的时候达到七十多度 最低一般也就在五六十度 每天都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每天出工的时候 也都非常热 每天都有一个心理准备 必须要做好仪器的防晒啊 防护措施 但是发现去了现场以后 太热了 有时候甚至觉得有点中暑的感觉 大摩哥我想起来是 新疆最冷的时候 就是我去到新疆 一个是最热 一个是最冷 完全是两个反差太大了 我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 你去吧 把孩子给我 没有地方避暑 除了我们现场拍的棚子以外 就能让演员稍微有一点休息的地方 但是你要拍戏的话 我们肯定是不能影响的 所以尽量自己找一块地方 找朋友专门买了那种专业的那种大伞 我当时都两三把都坏了 因为它那个地方除了那个很晒很热以外 还有这个风沙非常大 而且它那个伞一吹的话 现场基本上伞都烂掉了 其实倒是就躲在一个 自己能在哪个地方找到一块阴凉的地方 就觉得很舒服了 在那地方完全没办法吃饭 只要你拿盒饭一拿过来 稍微一打开风沙 全部都一口都没法吃 所以有时候很 在现场真的说实话 真的挺遭罪的那些 在当今的科技水平和后勤的保障下 我们的拍摄尚且如此艰难 不难想象马兰前辈们 是用怎么样的意志力 为民族的伟大复兴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向他们致敬 他身体雷他就会全部装在 冠中 Title 台湾 橘头倒立了 让你们址冠固 他们来讲